掌握马克杯转印三重点,轻松上手一次印刷就成功。 马克杯转印看似容易,但若操作不熟练,还是会发生转印失败的状况。 主要会因为转印时间,印刷值的使用方式或温度设定,而影响转印成效。 要如何避免马克杯转印失败呢? 就让一生告诉你三个成功印刷的方法。 一、调整图案尺寸,选用高解析度。 想拥有满意的马克杯转印效果,图片画质是一大重点,可将解析度设定为至少300dpi,印出来才不会有颗粒感的粗糙画面。 若要用手机拍摄的照片,记得使用未修图,且符合马克杯尺寸大小的图档。 二、裁切多余空白处,注意是否沾墨。 印刷纸边缘沾到多余的墨水,是影响印出来整体画面的一大因素。 在印刷前可将多余的指缘裁切,并再次检查边缘处的线条,确认马克杯转印位置正确后再开始印刷,减少转印失败的可能性。 三、确认设定参数,印刷后小心撕开固定胶带。 温度设定为200度,加热时间180秒,可依照图案鲜艳程度在延长15-30秒。 将转印值以胶带粘贴在预转印区域,待温度到达200度后,将马克杯放入转印机。 完成后,轻轻撕开胶带与转印值,避免用力拉扯,以防转印图案晕染。 掌握上述三大关键,降低失败率,马克杯转印一次就成功。 若你也想体验马克杯转印,欢迎前往一生,由专业人士指导操作流程。 一生成立超过20年,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,提供大型工业用机台及小型创业的个人用设备,包含UV直喷机、雷射雕刻机、热转印机等印刷设备。 拥有专专业售后保固团队,提供免费线上设备咨询服务,任何数位印刷设备需求欢迎找寻MRT品牌一生,免费服务专线,0800-520-005。